e day 里面我们是用什么 就是e day 里面有 就是e day 这个函数 那计算的话如果你要计算三个月之后 就是分别吧 year month day 那如果是时间的话 其实概念也差不多 所以 time 函数 不过这边是十分秒 如果你要把它拼凑起来的话 变成真的时间 那你就要用什么 time 函数 所以这边会有个 time time 函数的话 hour 就是它 时间就是它 second 就是它 所以如果已经分开了 我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你会发现 假如说是7.50分40秒 它里面就小数点 OK 所以这个小数点的话按确定 不过因为有格式的关系 那就会产生 这个实际上就一个时间 背后就 time 函数 那 time 有点像把它格式化时间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计算 那这个时间 比如说几秒 50秒之后的话 50秒 比如说这个时间的50秒之后 应该是多少时 那你就可以拿 那就很麻烦 你就可能插入函数 再利用什么 利用太函数 然后做什么呢 一样嘛 先把 hour 先打一下 刮弧嘛 那把这个时间 先刮在这里 然后50秒 所以这个mini也是一样 这很麻烦 mini 所以你就照拼嘛 上面字如果mini不会拼 你就直接看上面的字 然后再来的话 second 那second的话就是加50就可以了 我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啦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你不要算错 那这个日期给他 50加50 这样就OK了 那不过你会发现后面是90 对不对 不过你会 它会出现90吗 当然不会 它没有那么笨 它会自己帮你进位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 因为它自动会帮你显示出 那个7点51分 那格式因为没有过来 所以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刷一下 刷给它就可以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它就会自动帮你进 那所以以后啦 如果你要计算 time 就只能够 hour mini second 自己去做计算 大概是应该可以有这个概念就好了 就够了啦 OK 你不要说自己乱夹 只是说因为 日期用的比较多 时间好像比较少 除非说 你会有在办一些什么马拉松比赛之类的 OK 要计算前一个选手跟后一个选手相差几秒钟 那当然你也不用算错啦 那这个地方就给各位当参考 那其他的话 我们再切到刚刚这一题 如果说我今天 先用e days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产生每个月的下面天数 但是问题来就是 假如它产生的那个日期的月份不相同 我就输出空的 反之就正常 那怎么下逻辑 第一个哦 你可以把这个a2加1减下来 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里面的话 当然逻辑有很多种逻辑方法 那我的逻辑叫mance 所以我的mance刮断 如果那个a2指的是上面这个储存格 上面这个储存格 如果它不等于 当然你可以用等于啦 只是那个逻辑 处跟force颠倒了一下 然后mance 假设呢 它跟mance什么呢 就是这一天 帮我加了一天之后 两个如果不相等的话 所以我先判断嘛 判断上个储存格 它如果不相等 那你就这个储存格里面就帮我放什么 放没有东西 那反之呢 反之就a2加1嘛 原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如果不相等 那就给空的 反之就跟原来一样 原来就a2 a2就是上面那个储存格加一天 帮我丢过来 OK那没问题啦 按确定 所以我这边是不等于哦 当然如果你这边打个等于的话 就把上下颠倒就好 OK 之前还有同学问说 那个什么 nats nats怎么用 其实有没有 同学说nats 瓜糊 其实nats就是上下颠倒 所以我说nats很少用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没事在那边转来转去的 已经 所以nats我几乎用到的几率是 为乎其为 所以记得啦 那个公式还有程式尽量越简单越好 你不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连自己都看不懂 那真的就是麻烦 所以写程式或者是下公式都一样 逻辑越直觉越简单越好 否则最后自己都搞不清楚 像我以前刚开始学写程式的都也是这样 真的会以为自己好像很厉害 然后呢就会写的很多很厉害 然后到处去模仿 最后发现自己写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完全看不懂 后来发现原来简单直觉 才是王道 OK 千万不要没事写的太复杂了 OK 所以最后也是一样慢慢 像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发现 生活越单纯越好 以为多彩多姿才是美好的 其实多彩多姿反而是至少麻烦 OK 什么叫多彩多姿 不过每个人进阶都不一样 那这边的话应该看得懂吧 好那按确定之后 那向下填满 不过呢会不会正确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向右拉一下 放开 这个OK了3月1号 为什么 因为3月1号这个 他遵照了上面的规则 他月份不同所以OK 但是这个为什么不OK 因为他抓上面的日期 但是问题是上面日期是空的 你用慢时函数丢空的给他 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怎么给我一个空的词 叫我帮你判断里面到底是哪个语 明明没有什么东西 你要叫怎么 所以他会跟你讲没有资料 或者资料错误 净value是资料不正确的意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有这种净开头的 怎么样把它变成没有东西 还记得吧 好像那个151那一题也有 就是还记得一个函数吧 叫做什么if air 有没有 所以把这个减下来 再放在哪里呢 过滤器 那过滤叫if air 有没有印象 这个嘛 不过特别主要 这个if air 他好像在2007以后的版本才有 2003以前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比较麻烦 你可以参考 这个是方法一 是有的话 如果方法二的话就是if is air 再if 所以如果你是2003 因为之前刚好我上课的时候 刚好有同学是用2003的版本 他练习过发现没有 没有 当然还是有公司 现在还在2003 所以如果没有 你就请你参考下面的方法 但没办法 我们当然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把公司贴上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变成没有 这样就ok了 减下贴if air 所以这if air还非常好用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向下 然后向右一次 放开 全部就一次搞定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如果你将来要产生2020好了 比如说今天2020 现在enter 全部就跟着2020 也就是说因为 他这个后面的所有日期都是跟着他 因为他每个月都跟他有关系 他底下也都跟他有关系 所以未来如果你动一个全部都动了 那再来的话呢也许各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礼拜六 礼拜天 帮我做不同的颜色格式 比如说礼拜六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它改成这个 这个质的话就生绿色好了 然后底色的话也许淺绿色 像这样 礼拜天的话也许给我一个 红色的质 黄色的底 那如果说你每个每个都要做的话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几个方法 要不就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一个规则 但问题来 这个范围里面怎么设定一个规则 让他可以 那个规则是跟什么关 跟礼拜集有关 所以新增规则里面 有没有一个是可以用公司来决定 所以特别注意 而且这个还蛮重要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上面几个我发现真的没什么能做的 反而下面这个方法 比较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应用 上面真的是比较简单的应用 那怎么把它礼拜六礼拜天 换成不同的格式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 把刚刚那个 我刚刚讲到有关态函数 那态函数里面还有 hour millisecond 所以date函数里面有year month date 所以这个以后你如果要计算 假如说你没有自己写一些 制定函数的话 那当然你只能这样的方法 不然的话好像也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不过你观念清楚的话 至少你不会做一些很离谱的错误 应该至少产生那个计算年月应该没什么 年月十分秒比较没问题 再来的话就是那个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的话就是用A2加1 再把它放到month里面判断 如果两个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就把它变空的 再来产生错误也把它变空的 最后整个月份就会自动产生 整年就会自动产生 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如果要格式化成不同的格式该怎么做